欢迎收看第494期武器大讲康 在冷战时期 苏联发现自己并没有很强大的海军装备 由于进行全球威慑 和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 再加上当局领导人 崇尚大就是好的方针 因此开始研发各种大型的水面舰艇 比如台风集合舰艇 1123系 莫斯科级直升机航母等等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对于远海作战的火力威慑也并没有落下 本期武器大讲康 和大家分析当时苏联的一款海上武库舰 沿舰上配备接近500枚导弹而得此名 它就是排水量仅次于航空母舰的 基洛夫级巡洋舰 基洛夫级巡洋舰 是线上唯一排水量超过2万吨 并且还是使用核动力的现役巡洋舰 准确的来说 从火力和多位上来看的话 都像是一款战略巡洋舰 此舰发展于1968年 当时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海军的定位 开始朝有洋型海军迅速发展 自然而然的装备建设 也要转向大型水面舰艇 和核潜艇并驻的发展战略 在这个背景之下 苏联推出了11144.1工程 这个工程打算研发一款 8000吨级的自行巡洋舰 用于组建全新的航空母舰编队 当时当时的苏联 正在建造的水面舰艇 已经有不少这个吨位级别的了 并且这个吨位要安装核反应堆 还是有点要紧凑的 延持住对方案 做出了大量的修改 将满载吨位 最终定位设计在24300吨 在1980年12月30日 11144.1工程 完成了首舰的建造工作 命名为基洛夫号 也就是后来更名后的 乌萨科夫海军上架号巡洋舰 该机舰全长为250.1米 跨28.5米 吃水深度为10.3米 标准排水量和满载排水量 根据不同的型号 有不同的数据 其中苏联在11144.1工程下的 基洛夫级标准排水量为 23750吨 满载排水量为25860吨 后来的11412工程下的 基洛夫级标准排水量为 24300吨 满载排水量为26396吨 连方式导弹的区域 甲板上设计了各种类型的 导弹直接发射装置 甲板相当的光滑 跟以往苏联军舰甲板上 堆满了各种杂物相比 写的非常的简单干练 战舰的最后部 是上层建筑的区域 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唯一建筑部的是 高大维杆和烟囱一体式的建筑 这个上层建筑 装有三座标对空搜索雷达天线 上面密密麻麻的布置了 大量的电竞设备 可能觉得一个维杆不够用 因此在位移组维杆后方的位置 设计了上层建筑的第二部分 一样安装有对空对海搜索雷达 和火控雷达的天线 再往后 就是直冲击的起降级维护区域了 这些构成了 基洛夫级悬航件甲板 以及上层建筑的布局 整体的结构非常的简单有序 配合上整体简洁的外形和光滑的甲板 据说这种设计 是为了达到一定的 对雷达隐身的能力 这一点有待考证 因为在基洛夫级服役之前 苏联军舰几乎没有考虑过隐身的性能 在内部 基洛夫级悬航件 设计了大约1600个船舱 这些船舱主要是 生活区和储备区 其中设置了140个单人 或双人间的军官和四官驻舱 而军事和水平驻舱 则驻宅每间可供6-30人居住的船内 一共有30个 另外还有15间连浴室 两间浴室 一间桑南浴室 以及一座小型游泳池 可以说是给俄罗斯水平的生活保障 带来了很大的提升 介绍还有各种日常生活中 都会需要用到的医疗中心 健身中心和足处室 配合上接近800人的舰员设计 基洛夫级核动力悬舱舰 堪称是一座小型的水上车舰 在动力方面 既然都是2万多吨的大型战舰了 核动力最要然的就招呼上了 基洛夫级巡舰舰的动力系统 为核动力与柴油增进涡轮机主机 配合使用的混合式动力系统 核动力通过两座KN3压水反应堆提供能量 这些能量通过加热4台 3000千瓦的增进轮机 主要驱动4台 1500千瓦的燃进轮机发电机 进行动力转换 通过双轴驱动两部 5页片固定斜动轮身桨推进航行 在单独的反应堆收入动力的情况下 能收出14万马力的推进功率 主要使基洛夫级巡舰舰的行数 达到最大32级的行数 除此之外 基洛夫级巡舰舰还配备了两台 KVG2辅助燃油加热锅炉 这两具燃油锅炉 平时并没有什么作用 只是在核反应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这两台燃油机 可以当作备用动力使用 这就解释了前面介绍的 上层建筑的时候说到 基洛夫级巡舰舰会有烟囱的原因 其整个核动力系统 所产生的电力和热能 可以供应一座 10到15万人口的城市使用 介绍携带的物资 能提供60天的自治力 而这里有个疑问了 既然都有了核动力系统 为何还要使用燃油锅炉呢 这是因为 当时的苏联海军的一艘核潜艇 发生故障的时候 备用动力没有正常的工作 造成了这艘潜艇 丧失了全部的动力 最后造成这艘潜艇 但这两枚核弹投了运雷沉没 因此当时的苏联军方在讨论 1144型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 就将1144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上 安装两座KBG2型 备用燃剂锅炉作为备用动力 也在核动力失效的情况下 作为备用动力返航 这个燃剂锅炉 其实只能提供 14前1000海里的巡洋历程 所以并不能作为主动力使用 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使用的 对于这一点 很多人认为 是在高速行行的时候 当作辅助动力 或者是核动力系统技术不成熟 找到整体功率不足 所以才采用燃油锅炉 当作补出动力使用 其实这一个观点是错误的 基罗夫级巡洋舰的这一设计 其实仅仅只是为了 当作备用常规动力使用而已 武器方面 基罗夫级巡洋舰的武器配置 非常的苏联 这将配备各式反空 反潜 反舰武器 在甲板上 有各种垂直发射装置 里面配备了20枚 P700花港岩 超音速反舰导弹 这款导弹可以击成大型水面舰艇 而随时发射装置上舰 则是第一次出现在苏联军舰上面 可以说 基罗夫级巡洋舰开创了 苏联军舰将导弹 随时发射装置 带上战舰的线口 除了P700花港岩反舰导弹之外 还有14枚 SSN14 十一反潜导弹 96枚 SAN6 里夫远程舰空导弹 128枚 SAN9 力阵舰程 舰空导弹 和40枚 SAN4 舰程舰空导弹 舰上配备的导弹数量 超过了500枚 这个数据是惊人的 因此基罗夫级巡洋舰 得到了另外一个外号 无库舰 除了数目庞大的导弹之外 舰上的舰防系统 也是非常的凶猛 配备了8座 AK-630M型舰防炮 直炮备弹48000发 射程500到5000米 最大射数为1万发每分钟 这款舰防炮 在世界上C5G系统中 射数跟中国的 1130舰防炮的射数是一样的 是目前世界上舰防炮中 射数最高的 AK-630M型舰防炮 装备有雷达和电视探测 及跟踪系统 能在4000米内 拦截低飞的反舰导弹 而在5000米内 对付机型的水面目标 除了舰防炮之外 舰手甲板上 还有一门备弹840发的 130毫米口径 AK-130DP 非用途双管舰炮 直炮连接到舰上的雷达攻击系统 射程为22公里 最快射数为35发每分钟 可用于支援防空射击 和对陆攻击 空战机的搜索距离 能达到366千米 而对于一些小型目标 例如仅仅2平方米的目标 其搜索距离也能够达到183千米 除了这个组雷达之外 还有工作在第一波段的 MR-700型三座标搜索雷达 这个雷达控制着 SSN-14反潜导弹 还有工作在F波段的 两目眼镁火控雷达等等 可以说 这款战舰 是数量火力和信息化技术的巅峰之作 西洛福吉悬洋舰服役之后 相关的型号 陆续避充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 总共修建完成四搜 这四搜的修建型的跨度 非常的长 经历了苏联和俄罗斯时期 也此114分了 本期武器党堂到期结束了 更多精彩的支持明 欢迎关注武器党堂 查看往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